所有的人都在作弊 对 你说好精准 所以这有什么好谈呢 太精准了 印度根本就是俄罗斯石油的地下交易中心 这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俄罗斯每天有64万桶的油 没有定下目标国家 然后在海上飘 然后不知道交给谁 就是黑油嘛 黑油轮不知道谁买的 每天64万桶 64万桶是一天需求量的千分之七 全球 全球很多啦不少 这个美国会不知道怎么可能 搞不好都拿去美国了 也不一定 反正就是说美国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64万桶是很大的量 这不知道多少船 那今天又传出伊朗 也借俄罗斯船 伊朗也借俄罗斯船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顺便也把自己的油偷卖出去 因为现在有一个人比他还黑啊 那个叫俄罗斯啊 对啦对啦 那伊朗也被制裁啊 你不觉得这个三兄弟都在一起吗 对啊 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嘛 是啊 三个单兄难弟啊 我跟你讲哦 俄罗斯出口的油是世界第一啦 搜索阿拉伯第二 对 那委内瑞拉伊朗是第三哦 伊朗大概排第五第六啦 所以这三兄弟是很有实力的 对 那突然之间他们就好起来了 你知道吧 对 这个很麻烦啦 因为这个衍生出很多现象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比如说俄罗斯的那个杜马的国会啦 对 主席啊 已经在建议了 搞G8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也来搞一个新的G8 发音要标准 这个要讲英文啊 没有我们要说G 不可以说G 说G不行 要说G G8还可以 所以还是建议讲英文 G8 就是 他就想说 哎呀 让我们筹组一些 把比较大的国家都拢在一起 嗯 那印度啦 俄罗斯啦 中国啦 印尼也拉进来啊 伊朗啊 伊朗也加 土耳其也拉进来 大家心情都不太好嘛 那说大家都聚在一起 那美国霸权就完了 嗯 因为这几个国家加一加 这个GDP就超过全世界三分之一了 对 这也是 比G7高啦 而且手上又有能源 又有市场 又有工业制品 什么都有 嗯 不这个就是 俄乌战争 就我们后来越来越看啊 俄乌战争 本来以为只是两个国家在打仗 嗯 那结果美国搞了一个 超级惊人的制裁嘛 那欧洲又不得不站队 结果现在变成了具有 全球国际政治经济历史的一个 分水岭的事件你知道吧 嗯 因为你去想一想嘛 假设泽伦斯基真的在一定的压力下 他们去谈停火啦 那俄罗斯不可能离开那些领土嘛 怎么可能啊 都赞了我要还你 那可怜 好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制裁能取消吗 你知道我意思 如果签了就是泽伦斯基就啊 割地割地割地求俄兵求俄兵 对啊 请问欧洲跟美国的企业 可不可以回去 可不可以回去俄罗斯 你取消我就让你回来啊 怎么可能啊 你领土你没有撤军啊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假装忘记了 对啊 就说没有 那地方不是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吗 没有 那本来就是俄罗斯啊 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 我跟你讲 2014年克里米亚 因为病入俄罗斯 然后西方不承认嘛 对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制裁了 对 到现在制裁都没有取消 那这个俄乌战争是更大的制裁嘛 对不对 更凶 对 连那个俄罗斯猫啦狗啦 柴可夫斯基都被制裁嘛 对不对 麦当劳还没来 还要自己开麦当劳 对嘛 那我请问你嘛 那请问柴可夫斯基的音乐 是不是 泽伦斯基去谈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演奏啊 对啊 那Facebook还是什么 Netflix要重回俄罗斯吗 迪士尼要去播电影了吗 那个还是比较容易 那个还是虚 虚 那个是虚拟世界 对啦 实体的啦 我们随便讲啦 艾克森石油 对 他已经离开了哦 你要不要回去 这个是有极大的利益哦 你记不记得川普 本来他的 那个国务卿就是艾克森石油的CEO 对不对 后来犯了事下台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多有力量 那请问他要不要回去 然后他跟俄罗斯熟的要命 我只是随便举例 那德国的汽车要不要回去 俄罗斯最大的投资 就是德国的汽车业 那要不要回去 看你头痛不痛 太难了 然后俄罗斯这些欧美日 还有韩国 总投资 全部含不符符符加起来 大概有五六千亿美元 那你就丢着不要了吗 不可能啊 那怎么办 那太难了 所以我就说你会看到很多后续 就是谁在那边装圣旅贞德 或者是假装好像忘记了 然后比如说我们拜登 不是要去烧地阿拉伯吗 对不对 那他最近刚处决了81个人 那美国人说他严重违反人权 那你怎么可以去呢 对啊 违反人权 你要制裁啊 怎么可以去呢 对啊 你要制裁他 你整天说人家人权 你依然也有人权 所以民主党现在内部国会议员 有一些人权派了 就气得要死 对啊 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 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一个 一种新的世界 就是都假装忘记了 对 其实这都很好 就像我讲的 就是有吗 什么 不然怎么办 战争是什么 不因为你以前 你以前把调子拉太高了 他们现在脱在假装忘记 以前讲过什么话 你就 全部都是啊 找不到下台阶 像那个北约那个秘书长 那个是我看的 我是最看不起他的 我也是 他以前讲什么话 多凶啊 然后现在居然讲说 恐怕和平要付出代价 我们这么制裁你加入 制裁俄罗斯 最凶就是他 他跟波兰总统一样 他最凶的嘛 对啊 波兰总统跟白约 他一点就是要把他 打到奥莫斯科去了 对 对不对 那现在突然是说 和平需要付出代价 你就搁个地吧 吃鸡 德伦搁个地 是那个 我们都必须暂时忘记 以前你干过什么事 说过什么话 我看 这样跟你讲 我看只有这一招 就是什么 什么战争 对你之后 不是反正是 欧罗斯的领土吗 有吗 什么乌克兰 我跟他讲欧美 我都不好意思拿CNN跟BBC 现在讲的话 跟过去的来对比一下 我完全理解 那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自自然展时报 跟33DD电视台 现在 不是啦 就现在的报道 跟过去的报道 对比一下 那个自XX报 他那天就报乌冬 我看到那个标题 我差点笑出来 他说 俄罗斯突然逆转胜 人家就没有输过 根本就没有输过 他标题是 俄罗斯突然逆转胜 这样 然后北断那时刻 不是前一阵子有那个 乌克兰打了百分之七十吗 对不对 那后来几天又被 反攻回来嘛 而且 眼看又快要结束了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他的标题就是 乌克兰反攻成功 对 然后俄罗斯 原来俄罗斯打了一百多天 一只都输 突然就赢了 逆转胜 对逆转胜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